听闻远方有你 动身八十千里 追逐沿途的风景 还带着你的呼吸 真的难以忘记 关于你的消息 陪你走过南北东西 相随永无别离 可不可以爱你 我从来不曾切心 相逢走了万里 不问归期 我吹过你吹过的风 这算不算相拥 我走过你走过的路 这算不算相逢 我还是那么喜欢你 相遇一道白头 我还是一样喜欢你 只为你的温柔 听闻远方有你 是由甘肃定西级歌手 刘军创作并演唱的 谈及歌曲创作背景 刘军表示 他是在2020年5月的时候 在网路上看到一段话 听闻远方有你 动身跋涉千里 我吹过你吹过的风 这算不算相拥 我走过你走过的路 这算不算相逢 这句话让刘军想起了 自己去世的奶奶 小时候奶奶牵着她的手 去村口的小卖部 给她买零食 给她讲故事 慈祥的奶奶带来的亲情 温暖在她记忆里 幽为深刻 后来奶奶因病去世的时候 刘军因为在外地 没有来得及 见上奶奶最后一面 此事成为刘军 永久的遗憾和痛 这让她同时感觉到很愧疚 一直想写一首歌 怀念奶奶 后来就有了 听闻远方有你这首歌 刘军曾经当过十年的流浪歌手 足迹踏遍全国各地 他说还记得第一次在街上唱歌 一共就唱了三首歌 赚了十二块钱 唱完之后浑身是汗 紧张得不得了 除了流行歌曲 刘军心中也有自己的音乐梦 2017年9月 他发行了个人单曲 《兰州的秋天》 2018年中旬 刘军加入了网络快手直播 凭借歌声 凭借歌声很快成为一名直播的网红 有了自己众多的粉丝 直到2020年的下旬 歌曲《听闻远方有你》发行 并上传至网络各平台 一经发布《人气暴涨》 而因为刘军九岁的女儿刘一文翻唱推出的《童声版》 《听闻远方有你》 《忧如天籁之音》 曾一度在《酷狗音乐》热搜榜第一名 并被多个抖音短视频选用背景音乐 很多人听后以为这是一首情歌 刘军朴实地说 其实当作情歌也可以的 同样都是生命中最爱的人亲人 大家怎么理解都行 只要喜欢这首歌就好 对于这首歌就如有人所说 第一遍听的是歌词 第二遍听的是音调 第三遍听的是寓意 第四遍听的是心声 第五遍听的是故事 第六遍听的是感觉 第七遍听的是喜欢 第八遍听的是回忆 第九遍听的是陶醉 第十遍听的是自我 您怎么看 如果您也喜欢听歌 和想知道歌曲背后的故事 记得订阅点赞和转发哦 谢谢